在上期的编点史中 我们讲了关于外遇上虚空龙的故事 故事末尾 虚空龙来到了诺森德的魔术 敢大妄为的虚空龙 竟然想霸占蓝龙军团的巢穴 这引起了蓝龙军团首领 马里狗斯的愤怒 马里狗斯吞噬了这些灵体生物的能量 此后蓝龙王竟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 但是在他观察完全世界的魔法事件后 他非常不满 为了重新建立奥数魔法的秩序 他要切断凡人与魔法线的联系 但殊不知 他的这个想法会干扰到艾斯拉斯世界的平衡 大家好 我是40213 上期的故事 为后面WLK版本的魔术战争埋下了伏笔 而本期要讲的也如同上期一样 是为后续剧情做铺垫的 众所周知 在魔术世界60年代 由玩家所扮演的冒险者 击败了安齐拉神殿的上古之神克斯恩 而在80年代的WLK版本 玩家又见到了另一位上古之神尤格萨龙 当时的玩家们其实并不知道 被封印的克斯恩和尤格萨龙 其实都是被同一个人释放出来的 这个人就是邪教组织 目光之随教派的领袖古佳尔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古佳尔这个双头十人魔 为了大家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故事 这里我还是得简短地带大家回顾一下 之前古佳尔的戏份 自从第二次大战末期 古佳尔丹命丧萨格拉斯之墓后 古佳尔便带着残余的目光之随成员 乘船来到了遥远的卡利姆多大陆 他们在大陆南部休养生息多年 一边缓慢扩张组织规模 一边躲避刺客加罗纳的追杀 不过后来古佳尔还是设计 以身犯险反向控制住了加罗纳 而后他带着信徒来到了西里苏斯的甲虫之墙前 在魔兽世界六年代 也就是黑门后25年 他们用规模宏大的魔法仪式 穿透了甲虫之墙的屏蔽 击碎了困住克孙的泰坦枷锁 解放了这位上古之神 因此玩家才会重新打开甲虫之墙 杀入克孙所在的安齐拉神殿 好的 回顾完之前古佳尔和目光家派的行踪 再来说说我们本期要讲的重点 也就是当前时间线 黑暗之门开启后26年 古佳尔与目光之锤又做了哪些坏事 就在联盟与部落忙着远征外遇的时候 在埃兹拉斯上 古佳尔也在暗中继续扩张着目光之锤教派的势力 由于之前古佳尔调整了教派成员的吸纳风筝 因此现在这个组织 早已是任何种族 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加入了 在每一座城市 每一个工会 几乎都有目光之锤教派的成员 他们在私下传播教义 说服拉拢其他人的加入 他们从第三次大战的信存者中 吸纳了很多的信徒 这其中有很多是那些 曾经在洛兰伦亲眼目睹 无法言说的恐怖场面的难民 而在那些受他们影响的人中 还包括了光明大教堂的领袖 大主教本尼蒂塔斯 大主教经历过第一二次的兽人战争 虽然战争的创伤让他困扰过 但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认为这些苦难正是对他信仰的考验 然而第三次大战则完全不同 洛丹伦的陷落与天灾军团的出现 让他的信念濒临崩溃 他时常在想 圣光为什么没能护有阿尔萨斯王子 他为纳斯国王 圣骑士 以及王国的人民 为什么在人们最需要圣光的时候 圣光却放弃了他最虔诚的信徒 本尼蒂塔斯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目光之随成员 察觉到了大主教的动摇 随后 他们就像突旧发现腐蚀一般蜂拥而上 他们假扮成需要指引的圣光信徒 但目的却是为了摧毁大主教仅存的信仰 虽然信长缓慢 但他们确实成功了 有人故意在大主教的面前提起虚空 说那是种存在于宇宙间的能量 并且从不像圣光那样抛弃自己的信徒 和很多其他牧师一样 大主教本尼蒂塔斯 对虚空和爱你魔法也略知一二 他亲身体验过这种能量 知道他是邪恶而堕落的 然而此时 大主教的信仰已经产生了动摇 在几经思想斗争与挣扎之下 他最终还是带着好奇心 打开了通往虚空 或者说是通往上古之神的道路 这里不得不向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关于暗影牧师的设定 在最早《魔术证霸3》的设定中 对着牧师有着这样的描述 堕落牧师曾被视为洛丹伦最虔诚的信徒 但是持续多年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已经毁灭掉了他们对圣光的信仰 他们只能向周围的人们散发绝望与消沉 而这堕落牧师后面逐渐演化成 魔兽世界中暗影牧师的雏形 有光自然也就会有影 光与影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 如果说牧师的神圣与戒律系 是辉煌灿烂的圣光 那暗影就像是这道灰光所投射出的影子 暗影们向光明的对立面 暗影敞开怀抱 他们的信仰与神圣性的牧师同样坚定 只不过使用的法术却是暗影和心灵控制 虽然所使用的力量来自于虚空 与上古之城的领域仅有一线之隔 但唯有进入暗影与癫狂 才能理解这种古老而腐朽的力量 暗影们拥抱疯狂 以瓦解敌人的意志为养料 让力量达到了骇人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 编年史里大主教本尼迪塔斯 与我们玩家所扮演的暗影 立场有所不同 大主教是在信仰动摇之下 立场发生天翻地覆 直至最后完全投胜于古神之道了 而玩家所扮演的暗母 只是使用了暗影与虚空的力量 但依旧坚守信仰与立场 总结起来就是 暗影牧师的暗影形态是假黑化 大主教的黑化才是真黑化 接着我们就来说说 大主教是如何黑化的 目光教会的信徒 在大主教的梦中低语 向他展示了古神眼中的圣光 神圣的能量不再充满仁慈与博爱 只接受完全的秩序与服从 而且他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赐予凡间信徒弊 这与原本的圣光信仰大不相同 这样的梦境持续了许多个晚上 而最后的高潮则是 目光审判 以往我们总是在说 邪教目光教会的终极目的 就是帮助上古之神实现目光审判 那么这目光审判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得从目光审判的英文说起了 可以翻作为目光黄昏目落时期 可以一座小时时刻 因此大家有时也听到另一个翻译 叫做目光之刻 简单来说 目光审判或者目光之刻 都是在指上古之神脱离劳龙 降临埃兹拉斯 结束与消灭所有生灵的那个时刻 之前古加尔帮古神克孙 击碎了泰坦枷锁 就是希望克孙能冲破老龙 重新降临埃兹拉斯 发起目光审判 只不过克孙被联盟部落击败 目光审判也随即宣告失败 不过古加尔和所领导的目光教派 也并不清雷 埃兹拉斯也不只有克孙这一位古神 但这是稍后一点要讲的故事 虽然有点绕 但是还是得说回 本尼迪塔斯看到目光审判之后的事 大主教被他所看到的一切 深深打动了 他不再将目光审判 当作末世的劫难与万物的终结 而是当作摆脱圣光 那暴虐统治的机会 他认为借此机会 人类可以重新塑造世界 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他甚至开始相信 上古之神和虚空力量 才是宇宙中最自然的状态 自己以前作为圣光的工具 与这样的现实为敌 实在是大错特错 圣光带给他和其他人民的 只有失望与痛苦 虚空并不是谎言的源头 而是唯一的真实 他绝不会无视或背弃自己的随从 接下来 本尼迪塔斯发誓 以自己的生命为虚空效忠 他加入了目光之水教派 成为教派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员 在公开场合下 他仍是光明大教堂的领袖 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他仍然可以使用圣光之力 同时他也享有极高的权威 可以接触到很多信仰动摇的牧师 和普通信徒 借此他将这些人都引入了目光之水教派 在古加尔看来 本尼迪塔斯加入目光教派 是他们的一次重大胜利 斯纳以后 教徒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虽然古加尔对目光之水教派 在不断扩张势力而感到满意 但科克苏恩的失败仍然让他耿耿于怀 因为他没有预料到 凡间种族居然能够打败上古之神 正如之前所说 古加尔与目光之派派 对科克苏恩的失败并不感到气馁 埃兹拉斯也不只有科克苏恩这一位古神 古加尔坚信目光审判一定会到来 于是在黑门后26年时 他便趁着联盟部落远征外语 悄悄地来到了北地诺森德 渗透进了风暴峭壁上 另一个由泰坦守护者精心打造的牢笼 奥多尔 其中关押着另一个上古之神 尤格萨龙 古加尔悄悄潜入到了要塞的最深处 但此地的守卫却并未有所察觉 那是因为游格萨龙蒙蔽了洛肯和其他古代守护者的意志 隐匿了古加尔的存在 虽然在很久之前 奥多尔的守护者就已经沦为游格萨龙的奴隶 但是上古之神的控制力 也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泰坦魔法枷锁的存在 而变得脆弱和失效 过去 游格萨龙曾试图完全收复他们为自己效力 然而却因为法术效果不足而没能成功 现如今 古加尔的到来 直接为尤格萨龙解决了控制力弱的问题 虽然古加尔无法打破泰坦的魔法枷锁 但他却能设法让枷锁变得脆弱 如此一来 尤格萨龙的心灵控制加倍扩大了 此时上古之神对守护者的控制 开始变得如钢铁般牢不可破了 在他的命令下 守护者洛肯用意志熔炉 制造了一批批的军队 大批的钢铁海人及钢铁围固人 牢牢占据了奥多尔及周围的区域 见此信心 古加尔满意地离开了诺森德 继续回去领导目光教派了 他需要为尤格萨龙尽可能多的争取时间积攒实力 同时他还要让古神远离部落与联盟的注意 通过克孙的失败 两大阵营已经证明 如果他们能够放下分歧团结一致 那将会成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 古加尔绝不允许他们再度联合 为此他要在联盟与部落之间插进一枚仇恨之种 而这个种子就是半熟人刺客 加罗那 因此在之后的剧情中 我们会看到有关加罗那 在古加尔的驱使下 是如何在联盟与部落之间埋下混乱之种的 回顾本期节目 目光之锤教派势力的进一步扩大 古加尔为古神尤格萨龙松了榜 支持着后续的WLK版本 部落联盟要直面 由古神所引发的一系列麻烦 并最终剑指奥多尔 而要说到这一段剧情 应该还要经过好多期才能看到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些三连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下期我们要讲的是 关于瓦里安国王的故事 大家敬请期待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4213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